好了,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都要講一下這個余麗清平 這位監警會 就抽這個無線水 抽到無線,即是借了 她是監警會委員 這個余麗清平就是這個香港小姐 為什麼要穿這三點式來回答問題? 這些,曾慎偉這樣的樣子 直接看大眼睛,直接開名曾慎偉 曾慎偉,以前曾慎偉都很可疑 她最多是掌門人 現在是代表無線的電視台 搞到電視台無線公司 即是無線就發表了強烈譴責余麗清平的 沒有下文的了 反指有為道德之業 但是你敢不敢告她? 港有亂用? 你敢不敢告她? 本台只保留一切 這個法律追求權利 有亂用? 有什麼用? 看死你,沒了解 不過近年又怪不得 近年,大渣哥對一百無機 就好像黃隊 這件事,如麗清明大致無線 曾慎偉就好像藍對藍 現在好像逆轉了 內控 當然如麗清明 首先要知道她今年81歲 第一,我不明白為何監警會還要找她做委員 那81歲應該一般的人 以我小米的認知 應該就是 安享晚年 那為何還要出來 拋頭露面 還要做這麼多 81歲應該 就算是幾億的人 都會有這麼多退化 那為何還要做一個監警會的委員 當然我想要民政府才能夠 當然她很早出來 七十年來 所以你不見東張西望 定未找到一條片 她說她當時一入馬地做了什麼 就是那些專員 地區專員 區內又跳於舞 她都覺得說 會影響區內的治安性 當然她做 當然我再查到 她根本 那時候她都很匯約 這個如麗清明 她會不停上港台 她就會回答問題 有些電話打去封閉 那時候原來有 七三年 她已經會接些電話 當然我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她已經會接些電話 就是說說話 那你說 當然當然是接投訴 但七三年那年 就是剛剛無線第一屆 香港小姐 孫明鑒贏 已經轉眼49至50年 我不知道第49屆 因為近十年 八年真的 除了麥明思 我還記得她是港姐 很多我都不知道 就是說 我說不出 還有一個鄭家詠的老婆 但是那個名字 有時候還不記得 那個問題就是 余麗清明一百二十幾歲 是不是有些 我不敢說她的腦會退發 我不說這些 但是她認知很奇怪 其實她成長在七十年代 那你說七三年已經有脫衣帽 那些東西 那可知當年的社會 現在你說 真的老實說 我不知道哪裏是脫衣帽 有你帶小賣去看看 香港現在 有沒有這些 比較道德淪亡的東西 沒有 三級片戲院沒有做 可能眼中一套 色書都買不到什麼 就是有都是那些 都不到 不要像小時候這樣 色報只是沒有 沒有《金夜報》 沒有《金日報》 沒有《聖報》 大部分的報紙 以前 就算 都會有些黃色的小說 現在沒有 沒有 可能你會跟我說 什麼呢 網上世界 網上世界 是很虛無飄渺的 但是至少 我不知道 網上世界 算不算全開放 但是以前 小米成長的階段 很想買一本 老爺車 買一本 這個 《亞洲人》 或者買一本 書叫《龍屋》 那些書 是什麼 大家猜 小時候很閒 和同學 那個年代 很開放 那時候 他已經是出來 然後 他做了連政專員 可能連政專員 就 撲滅貪污 他就不肯是說法 不過也不是 現在他也不是這法 但是他又要講文化 道德 講這些 咸不咸濕 當然這個 不清楚為什麼 要爆詩 那我就覺得 如來清明 如果是73年 那年應該三十多歲 已經正直壯年了 那年 可能大部分人 都是這樣 越老 越保守 最好現在穿四對絲襪 三件棉立 那就可以了 那條頸就遮住 最好不再蒙頭 是不是要這樣呢 那些年 你現在說 其實自己 臨老的過不了 你年輕的時候 不敢罵 現在罵來托 還有 這十年八年 我都沒什麼人提過 說自己的泳衣好 好色色 最近已經拿出來 休淑貞那一屆 說到30年前 那些泳衣才見 那些泳衣 有幾年 好像泳衣接近 有陰謀 接近是有陰謀 有幾年 那二三年前 又不聽她出來說 那你現在說來做什麼呢 可能 本來他跟曾志偉 有些 叫做 有些 不是那麼開心 那我不知道 每天曾志偉 暗了她 曾志偉 曾志偉七條 都大了十多年 我猜曾志偉七多歲 那 難道他喜歡曾志偉 又沒有什麼理由 其實這件事 第一 你覺得這個如來清明 我不知道監警卿會 怎麼看這件事 第一 你比以不倫 你不是說那些東西 你是說監警的問題 你會不會突然說這些東西出來 這些是一個 所謂社會道德的問題 其實就是搞不敢打八 那你怎麼會說這些東西 說了出來 那你正路易 你搞了這麼多錢 政府沒有理由 應該盡量不敢 開名 你開了名 就是 驚天地 你無線局回來 當然你無線局回來 當然你無線局回來 你也是打爛仔交 打爛仔交 打爛仔交 你當年說 這個無上莊 打爛仔交 你打爛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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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 當然一定開放 他如來清平 他有結婚 我不知道有多少子女 如果你有說 有結婚的人 就接觸性 其實你又不能夠太辦事 但是你近年 你說那些 那些道德 香港現在根本保守到 媽媽不認得了 他當年做那些 油麻地地區專員的時候 那個年代才百花齊放 色報紙多 色專欄多 魚蛋檔夜總會 就是 你這樣出的東西 你當年 你又不公開 那時候罵少日夫 拳頭枕頭 有多多脫星 我小時候 艾梯陳平 是吧 那時候 你 余藝清平在哪裏 這些 你現在可能說 他 他現在想回 可能他突然想 當年 我猜是不是 我不敢說他 索了 但我覺得可能他想回 想回頭 是呀 年輕人應該不敢 你 搞了幾年 現在香港是保守的 現在香港大哥 打個Karen 那部電視劇 也有人打電話去投訴 香港的 香港現在是這樣的城市 所以 所有事情都是 靜靜雞 靜靜雞 進行 什麼叫做靜靜雞 以前我們看的 那些同學 夾錢買鹹書 那些叫做 性的疑惑 是吧 那時候扮大 看女奇的電視劇 不是 我最恨看的那部 就是 何凡導演那部 初歌 初女 初夜情 因為老母 陳慧英老母 那時候你又不敢 那時候 我覺得七八十年代 最開放的年代 但沒有 他沒有出聲 可能他那時候 都說他撲滅罪行 但是現在可能人老了 突然間又看不上了 但是我想他記錯了二三十年前 邱淑貞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那些泳衣 可能還可以罵 還可以成立 但是三十年後的 香港 三十年後的香港 喂 第一 港者沒問題 是吧 還有今年港者 你還要特首 我又覺得很生氣 喂 你看一張報紙 今年特首的老婆 去做這個 主禮評判 特首的老婆 你明知 那就是明年我 我不是故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玩 所以可能明年去上去 不故意 就是想要撕 撕了他 下年我不故意了 所以 今年 你又不是還 不故意了 不撕了 撕了你 所以才說這些 專門要 就是明他 我沒理由他不看報紙的 有人一定跟你說 喂 今年原來 香港小姐 喂 我們特首 我們比加超老婆做 做 沒理由你不給 就是大家知道 正路你 要是要撕了 要是上年撕了 要是下年才撕了 你不撕了 明撕了 其實 我想 你說退化 又不是退化 但是 那個動機很奇怪 只有一天 恩愛成恩 你喜歡曾志偉 曾志偉 不能騷擾你 其一 正路應該不會 以為志偉哥 那麼 那麼 那麼受歡迎 我又不是很明白 這件事 第一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第二 你真是無線 什麼 還有 整件事 勾到不勾要說 第三 明明今年 大代幾個 是吧 特首夫人 你是要辣的 為什麼要辣呢 那 真的可能要驗一下 她那個 那個思維 是不是有問題 可能 我 我 是不是有這個原因 如果不是 我想來想去 我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大家有什麼意見 如果不是 我想來想去 又不對 那個場合又不對 又要開尾 雖然我們 都不喜歡 CCTVB 但是 也不是證據近來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女兒 你都不想看 是不是 你怎麼會想看的 當年 你會覺得很搞笑 不當然 有時候 我們認識鐵 這個 整個社會 我也不會說 不過現在 藍對藍 反而這個感覺 有多過癮 我不知道現在 原來清明 會不會有人叫她收爹 一定說 你不要再罵港姐 特首老婆做 會不會是這樣 我想應該是有人提醒她 可能她自己就是 惡惡惡惡惡 不知道 什麼事 亂合作 還是那些記性錯誤 還記住 以為休淑星 那幾屆 那些泳衣 才接近有陰謀 跟著往後 也不是這樣 不是那件事 所以 有時候 你不會奇怪 老人家 也不關打針事 你會覺得整件事 是奇怪到你不相信 但是 有多過癮 好了 今集小米聊天 又講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和大家 小米聊天